過來人 雨溪告訴我 你不嘗試 永遠不知道有沒有成功的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雨溪 大家還記得我之前推出的那支影片 為什麼常常被已讀不回 要怎麼樣讓別人才會想回覆你的視訊嗎 那支影片 打錯好評 所以今天呢 決定來推出他的迅集 那為什麼會等這麼久呢 因為其實我在拍每支影片的時候 我就是會先打抄稿 根據查一些相關的資料 還有詢問網友意見 把這三者融合在一起之後 我才會決定要拍這支影片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的主題呢 就是為什麼總是單身呢 今天也替我準備了五種情況 如果你剛好這五種情況 你都服了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你可能 欸 欸 不過 如果你今天乖把這支影片看完 說不定 你可以把這五種情況都消失掉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吧 為什麼總是單身呢 第一點 第一點呢 就是交際圈 為什麼我會提到交際圈呢 其實這個算是我自己一個活生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從小到大的成長時 欸 不是胸部喔 胸部的話要看別集喔 我有另外一集三介紹胸部的 國小國中呢 我都是讀男女混校 所以你知道就是那種 戀愛風氣是非常正常的可能 千千小手啊 輕輕小嘴啊 這都很正常 但是到高中之後 我進去了一間女校 雖然那間女校呢 在那個時候已經有在遭受男生 但是比例就很低 你知道10比1 男生就是非常非常 還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那間女校的女生呢 其實有蠻多 都是一直讀女校上來的 所以呢 相對他們接觸的男生 就會比較少 那我有問過幾個比較好的朋友 就是一直讀女校的好朋友 他們從小到大 幾乎每一個 都是沒有談過戀愛的 所以你就知道 交際圈 生活圈 是多麼重要 因為 他們的條件都算很好喔 就是那種 長得漂亮 身材很好那種 但是他們沒有交男朋友 你就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欸怎麼可能 你們沒有交過男朋友啊 那個男的 看不上你們 怎麼可能 他們就覺得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都是面女校 所以他們相對性 接觸男生的機率就比較低 那談戀愛的機率 相對就更低了嘛 對不對 那我身邊呢 跟我同期 就是國中畢業生到高中 去讀那種 男女混校的朋友 他們在高中時期 就跟你們講 轟轟烈烈慘 每天的臉書 我一滑開 我一滑開 A跟B交往 C跟豬交往 A跟F訂婚 G跟H結婚了 什麼的 那要幸福 要長久喔什麼的 通常能看到這種 我都很快就把我摸出來 而且我心裡也不會寫 因為 很快就分手了 那綜合以上兩點呢 就是為什麼我覺得交際權 真的非常重要 大家現在呢 可以閉上你們的眼睛 好好的想一下 你們身邊 是不是全部都是男生 所以你交不到女朋友 或是全部都是女生 所以你交不到男朋友 如果是的話 不妨 踏出你的交際權 踏出你的舒適權 誒 輸不定 豪華就在一起 第二點呢 就是缺乏自信 什麼叫缺乏自信呢 其實呢我身邊有認識蠻多條件 非常好的男生或是女生 但是他們對自己是沒有自信的 他們就會覺得說 自己不夠好 還不夠到時機 不夠成熟 可能不夠有經濟能力去追求女生 但是我覺得其實 你們有時候真的太小看自己了 你們就是對自己太沒自信了 是時候把自己的自信拿出來 好不好 勇敢一點 去追求女生 那為什麼會特別想要這一點呢 除了我身邊的朋友之外 還有非常多的觀眾常常私訊我說 我真的好希望一個人喔 但是我跟他是好朋友很久了 我很怕我跟他告白 我們之前的關係就會破裂 我跟你說 過來人與熙告訴我 你不常識 永遠不知道有沒有成功的課 如果你甘願一輩子就當好朋友 看著他有一天在你面前 親手被另外一個男生牽走 親走 抱走 打打走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甘願嗎 如果你甘願 好 那你繼續當好朋友 不需要有這個勇氣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 那請拿出你的勇氣 跟你的自信 去告白 我相信 如果你失敗了 也沒關係 沒有人會笑你 而且那個人如果真的是把你當好朋友 你們還是會繼續好下去 不會因為這點事情 你就產生疚賴 相信我 去吧 好 那話只要念策略 回歸到我們這個缺乏自信 那缺乏自信的第二種可能 可能是你真的自身條件 真的是沒有這麼的理想 我給你的建議呢 就是去創造自己的一技之長 並花時間心力投資在自己身上 讓自己變得更好 那你在你變得更好的同時 你也會變得更自信 好嗎 大家加油 再來是第三點 第三點是什麼呢 那第三點就是其實是算是放在少部分的男人身上 就是有些男生呢 光太高 什麼叫眼光太高 我跟你們講 我這句話一出來 我相信有些人心裡已經有低 有一些男生呢 他們就是特別喜歡那種小模等級的 一定要特別漂亮 色彩超好身高170 胸膚跟罩杯那種 我跟你們講 千萬男生拜託 不要這樣 真的 女性也不錯啊 啊 大家 我跟你們說 我覺得交往這種東西呢 是這樣的 我覺得兩個在一起呢 除了個性相赫 我覺得各方面 不管是外表 經濟能力或是什麼 這是我自己的心得啊 可能不適用於大家 只是我覺得說 兩個人在交往 各方面的條件 應該都是要差不多的 才不會太幸福 所以在追求別人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先看看自己 再看看別人 覺得你們兩個是差不多 那你追求起來 相對這過程 我相信也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就先不要越級打怪 慢慢來好不好 一步一步一步 當你的level up的時候 欸 你再up up上去 當然也是不錯的啊 對不對 有些人呢 真的就是眼光太高 不是因為 他條件不好 或是自身的力不夠 就只是穿眼光太高 想要越級去打那個怪而已 再來第四點呢 就是好好打理你 這句話呢 不是說你要非常有錢的買 非常多超白 還穿在自己身上啊 還帶自己勾券啊 不是不是 就是我這邊的好好打理 只是很意思 單純只是說 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個整齊乾淨的人 就是不要這麼的邋遢 那這個不只是在說男生 我相信對女生也要 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個女生是 外在 連外在都邋遢 那他其他地方一定是更可怕的 那我覺得這一點呢 不論男生或是女生 懂得把自己好好打理好 整理乾淨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個男生 就要知道 你要跟一個人交往 就已經不是一個人的事情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打理好 這樣子兩個在一起 才可能 共同 去打理很多事 這些不只是指外表 還有就是包括很多的自己 可能 那有些人就是 對自己的生活毫無規劃 毫無規律那種 那這種人 你如果真的交我另外一把 你們是要怎麼撐步下去 未來是這樣 未來又要怎麼規劃呢 對不對 再來是第五點 第五點呢 就是害怕受傷 那害怕受傷呢 我們會從兩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你可能曾經談過戀愛 然後令你半 令你傷心欲絕 傷心到你 不想要再去發展下一個案情 我跟你們說 只有一天 一定要走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上一個人 他已經傷害過你 並且離開你 他已經 離開了 代表什麼 離開 兩個字代表 他不會再出現在你的生命裡 所以你不用為了 另外一個不會再出現在你生命裡的人 而難過 而傷心 因為你們在一起的那段子 比起你的人生整個生命中 他只是一小部分 你沒有標認的一小部分 而去放棄了你後面整段主彩人生 那第二個呢 就是害怕受傷 那也就是我剛剛前面覺得這個例子 可能就是 你的好朋友很好 但你喜歡上他 不然跟他告白 因為你怕你們之間的關係變出 你怕你自己會受傷 尤其是一個膽子 或是 你不敢再喜歡的人告白 因為你怕他拒絕你 你會覺得 好受傷喔 那一樣呢老話一句 你不去嘗試 你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的機會 而且呢我一直以來都覺得 戀愛是給經得起傷害人台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 跟我cover不足這些 或是可能你們之後分手 你會很難過想去死 甚至有這種想死念頭 那我覺得你還是不要談戀愛好了 因為如果戀愛會讓你想要自殺 不開心 那就不是戀愛的宗旨啦 對不對 好啦那今天呢 就是我整理說的以上五點 為什麼你總是單身的原因 如果你剛好這五點就中了 那很好 趕快改吧 至少你現在已經有現成成的教科書可以看了 趕快改吧好不好 那如果呢你沒有以上五點 卻還是單身 但是 還想剝爐的話 那你就把你的問題狀況 寫在YouTube的下面留言 我全部都會看 定前 我會努力的 專心的 好好想 我該怎麼畫 好啦那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呢 而且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加訂閱 然後追蹤我的IG UCC50323 那我是語希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欸想看我拍什麼腳本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然後我這一支呢 呃 預表定十分鐘的演說內容 我講了大概二十分鐘 咬螺絲咬了十分鐘 鐵師你辛苦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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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